日两大航空矮化台湾 日人台桥发动抗议 驻日特派员林翠一东京18日报道 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屈服于中国的无理要求 将售票网络上的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 引起包括在日台湾同乡会等12台桥及日本友台团体发动抗议 17日晚上致函日本航空公司JAL及全日本空书公司AMA 两社要求定证并呼吁台湾民众协助抗议 向两家公司传达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全日本空书公司中国简体版售票网站 将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 记者林翠一番社 中国官方已将台湾列为独立国家之嫌的理由 在今年4月25日要求44家外国航空公司于一个月内更改对台湾的称呼 但至5月25日为止有26家航空公司未配合改名 中方连面无光将限延长两个月至7月25日 并宣称这些航空公司有技术原因 所以同意其申请延长 台桥团体指出 日本两大航空公司JAL和AMA区从于中国压力 悄悄于本月中旬修改中国简体字和香港房体字的售票官网 将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 包括在日台湾同乡会 群马县台湾总会 在日台湾妇女会 台湾研究论坛 台湾独立建国联盟 日本本部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 东京支部 东京重政工会 2020东京奥运 台湾正名推进协议会 日本台湾一时联合及美丽岛交流会等10个团体 17日致函 JAL社长赤板又二级AMA社长平子预制表示抗议 抗议函中指出 中国为了正当化新台政策 积极宣传一个中国政策并进行思想统治 台湾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日本政府也未承认中国编造的说法 但身为日本企业的两家航空公司 却屈服于霸权主义国家 自甘沦为中国并吞台湾的帮凶 台湾研究论坛会长永山英树表示 此举不但让台湾国民感到十分遗憾 身为日本国民更是无法原谅这种巴结中国侮辱台湾的行为 他们已在日本发动抗议活动 希望台湾朋友们也协助向这两家公司 传达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的这个声音